嗨 你好 我是琳琳 蚂蚁在你的心里是一种什么样的形象呢 勤劳 高效 团队合作 相信这也是不少企业 喜欢把蚂蚁当作自己的公司名称 或者是吉祥物的原因吧 不过我觉得另外两个词更适合他们 一个是贪婪 一个是凶猛 它们甚至有一点像黑社会 你错了 就是黑社会 所以我们就来聊聊蚁群的运作 以及它们一些非常有意思的行为 我还是要特别说明一下 由于蚂蚁的种类太多 不同的蚂蚁之间习性可以很不一样 以下内容只能代表部分蚂蚁 或者是个别蚂蚁的特性 不能代表所有的蚂蚁 在一个蚁群当中 数量最多的就是公蚁 它们是一群没有生育能力的子蚁 公蚁就像消耗品 它们不断地被蚁后制造出来 开始工作 然后死去 就这样一批一批地被替换掉 它们会负责生育之外的所有工作 搜集食物 不育幼虫 喂养蚁后 保持蚁巢清洁 防御 或者是侵略等等 大部分的蚂蚁都是杂食者 它们是果实 种子 昆虫的尸体 尤其是甜食爱好者 也有像切蚁属这种 吃自己培育的真菌的蚂蚁 总之 它们会把能吃的 通通搬回蚁巢 作为食物型昆虫 蚂蚁一般都会建巢 会在地下或者是树洞里 像切仪的蚁巢就非常壮观 可以容纳几百万只蚂蚁 有的蚂蚁会在树冠上建巢 像枝叶蚁就会把树叶缝合起来 建成不同的巢石 这个过程十分有趣 它们会把幼虫吐出来的丝 当针线一样 再把叶子缝合起来 也有像行军蚁这样不建巢的蚂蚁 它们是扫荡式的露营 蚂蚁虽然很小 但它们可以举起体重是自己几十 甚至几百倍的物体 它们好像无所畏惧 其他动物对它们而言只有 能吃和吃不动的区别 不管是收到蚁巢 搜集食物 还是进攻与防御 蚂蚁都需要非常高效的团队合作 这么多的成员 却没有一个是总指推 它们是怎么做到的 蚂蚁之间建立的是能让同类 闻到或者尝到信息分泌物的通信系统 它们的触角可以检测到化学物质 气流和震动 它们身上有不同的线体 能释放出多种信息素 可以表达二十多种不同的含义 这些信息素就像单词一样 可以分别代表吸引 目击 报警 识别幼虫 识别对方的职位等不同的信息 你是谁干的蚂蚁啊 找谁啊 干什么呢 以后也会释放出特殊的信息素 让你朝内的公蚁知道 它是不是还活着 它是不是健康 它的信息素还能够抑制公蚁的卵巢发育 如果抑制公蚁发现了食物园 再从食物园返回朝内的途中 它会一路留下嗅记 就像狗会抬腿尿尿做标记一样 它会在路上留下它的信息素 还会张开上颚返补一点食物 给遇到的公蚁 让它知道要去找什么 留下气味并不难 但是有那么多的公蚁 那么多的气味 这些蚂蚁怎么知道要去哪一条呢 这个世界上本没有路 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 它们用的方法非常简单 哪一条路上积累的气味越浓 就说明这条路能够找到食物的概率更大 如果没有食物了 那么蚂蚁就不会再折返回去 那么这条路上的气味就会慢慢消散 你可以简单理解为 蚂蚁是用气味来投票 来做决定的 大家都知道蚂蚁是全员工具 根据不同的物种 工蚁的分工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它们体型外形可以差异很大 例如有一种蚂蚁叫做乌龟蚂蚁 它的冰蚁就长了这样的头 据观察 冰蚁的头 是在防御中用来专门堵住洞口的 而且冰蚁有不同的头型 所以就有花式的堵法 而像每周切叶移鼠的工蚁 就具有极高的多样性 它们按照体型的大小可以分为 迷你工蚁 小型工蚁 中型工蚁 和冰蚁 就像厨师的刀具会分大小一样 什么样的尺寸 干什么样的活 不同体型的工蚁 胜任的是不一样的工作 这个和它们的生活习情有很大的关系 切叶椅主要是靠采集叶子 用来培养真菌 以真菌为持的 所以从叶片的切割 到运输 到培养真菌 它们有一条非常成熟的生产流水线 中型的工蚁会负责把叶片切下来 它们的头更大 上颚更有力 而小型的工蚁会负责接应 把叶片再切碎运回一朝 而在朝内的迷你工蚁们 它们负责把这些叶片咬碎团成球 粘上粪叶 然后培养真菌 而巨型的兵蚁呢 它们主要负责蚁群的安保工作 也会清理运输队伍路面上的障碍 以及搬运较重的物体回程 我为什么视频开头说 蚂蚁社会有点像黑社会 首先蚂蚁的亲瑞性很强 不同的蚁群之间经常发生战争 不管是同种还是不同种 它们会尽可能地消灭附近的其他的蚂蚁群群 而且侵略往往伴随着强盗行为 小孩子才做选择 蚂蚁什么都要 胜利的一方会把对方的潮洗劫一空 会把幼虫 勇 年轻的工蚁 食物 全部搬走 如果遇到外地 工蚁和兵蚁是可以战斗到死的 这可能就是他们喜好的程序吧 非常有意思就是 除了硬钢之外 有些蚂蚁找到了新的财富密码 例如亚马逊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蚂蚁是有着镰刀型的上颚 这种上颚并不适合铲土 剑巢 或者是切割叶片 但是它特别适合刺破蚂蚁的防护层 这种蚂蚁除了大家 什么都不会 它们是靠奴役其他蚂蚁生存的 这种蚂蚁不住巢 也不会照顾自己的子弹 它们会做的就是冲到其他蚂蚁的蚁巢内 把工蚁剪抢过来 等它们复化以后 就是它们的蚁奴了 它们全靠这些奴隶蚁喂养 清洁和抚育幼虫 而这样的行为并不是割离 像会是蚁 还能够奴役多种蚂蚁 甚至让它们之间产生等级和分工 其实奴役这个行为 可以看到蚂蚁身上有两个bug 第一个是 蚂蚁的行为已经程序化了 不管环境如何 工蚁都是按照程序办事 甚至都不需要调教 它就是会开始工作 在我们看来 这些被奴役的蚂蚁可能是被胁迫的 但是对于被奴役的蚂蚁来说 它们照顾的奴隶者 就是在照顾它们自己的姐妹而已 并没有什么区别 第二个bug就是 蚂蚁主要是依靠性吸塑来区分你我的 如果我能够模仿这个性吸塑呢 这里我就要讲到蚂蚁社会当中 各种特殊的寄生关系 首先是寄生的蚁后 狮是时刻蚁 这种蚂蚁没有工蚁这个阶级 这种蚂蚁的蚁后 会外寄生与扑道蚁的蚁后身上 甚至是多只蚁后寄生在同一只蚁后身上 而它们产下的卵 也是由宿主工艺来照顾 它们吃的食物 是宿主蚁后反补出来的食物 它们是一种完全靠寄生 才能活下去的蚂蚁 而能够骗过宿主蚂蚁的秘诀就是 这种蚂蚁从卵到成虫 每个阶段都可以散发出 和宿主蚂蚁一样的性吸塑 所以它们会被当作自己成员一样养大 然后再飞出去祸害其他蚂蚁 蚂蚁是一种很好骗的昆虫 所以有的昆虫也会利用信息素 潜入蚁巢当中白吃白喝 影视虫的幼虫就会模仿蚂蚁的幼虫 锁食的动作和身上的化学吸引物质 让公蚁心甘情愿地喂养它们 不但如此 它们还会吃蚂蚁的幼虫 蚂蚁作为出名的甜食爱好者 很喜欢和能够分泌蜜露的牙虫 粉戒和毛虫搞在一起 天狗 蚂蚁都要疯了 虽然蜜露是这些虫的排泄物 或者是分泌物 它们是各种糖的混合物 所以有些蚂蚁会和这些昆虫 形成一种互利共生的关系 就是我保护你的安全 你为我专供蜜露 有点像是人类和奶牛的关系吧 因为有些蚂蚁学会了放牧 有些蚂蚁甚至知道 这些昆虫喜欢吃哪类植物 它们会把这些昆虫从肠内拿出来进去放养 如果遇到天气恶劣的话 它们还会把它们收回去 这种共生关系已经到了保姆级别了 我今天大致介绍了一些蚂蚁世界有意思的行为 你可以在它们身上看到 侵略 抢劫 欺骗 奴役 戒朝生子 寄生 放牧等等 这些行为在人类社会也可以看到 不过蚂蚁的世界会更无情 它们就是一堆程序 但也可能是因为这一点 能让它们生存至今 下期我会聊一种或者两种非常特殊的蚂蚁 我们来感叹一下它们世界的精彩 以上就是今天 我如果想要的话 求关注球电子球转发 请你和我一起保持好奇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by bwd6